我先生在幫助我的時候 他不僅是同理 而且他有轉化到 一種對我的疼惜 或者覺得不捨 其實在我的字典裡面 很少去想天長地久 因為好像兩個人在一起就是每天 就是每個當下 即使每天的生活都是挑戰 卻不難感受夫妻倆真摯的愛 這是多不容易啊 因為46歲的楊玉欣罹患罕病 三好是遠端肌肉無力症 無藥可疑 全身肌肉持續退化 病變方法就是 萎縮纖維化跟無力症綜合 所以最嚴重的問題 其實就是沒有力氣 所以可以知道我日常生活 吃喝拉撒睡 全部要靠力氣 我就沒有辦法自己來完成 我有感覺 好有知覺 所以你這樣做了 我現在就屁股痛 會痛會麻會痠會癢 但是動彈不得 楊玉欣是在19歲發病 當年他念的是國樂科 擅長鋼琴和中國笛 他的同學們不是當演奏家 就是當音樂老師 但楊玉欣卻被宣判 將會全身癱瘓 他勢必得放棄所愛 換條路走了 我覺得人生也很奧妙 當這樣一個很清楚告訴你 你不能做什麼的時候 你也會開始思考 那你能做什麼 因為我已經知道 我必須立刻賺錢 必須立刻面對真實的人生 沒有時間可以做夢了 因為你知道你持續在惡化當中 那我能不能靠著我的頭腦 跟我的嘴巴 而能夠養活我自己 能夠自力更生 能夠奉養父母 其實這就是我發病的時候的想法 至少我如果養活我自己了 能夠稍微安慰一下父母親 楊玉欣很理性 她知道自己沒時間難過 她很快投入職場 當過保險業務員 唱片企劃 後來還成為新聞主播 陪同許多人一起成長的台企公司 成立已經滿20週年了 她更曾擔任立委 推動病患權益 她想做的事情還很多 曾覺得自己根本不需要愛情 偏偏愛情早上門了 她是台大哲學系教授孫孝智 從外表來講 她也是一個很可愛的女生 男生看到她的反應 就是八個字 充滿愛慕 然後愛莫能助 我的這個太太過世 也是七美竹馬 從20歲直到44歲 就還在念大二大三 就認識 然後一起養育三個兒女 到44歲她乳癌過世 所以我對於生命 對於人生的真實無常 我本來就有很深的體會 所以根據現在理想上在信仰上的這種契合 我自己很深的感受愛怎麼能夠是莫能助呢 愛就是要克服各種的困難 有一個神學家C.S.路易斯說 To love is to be vulnerable 愛就是要能夠為了對方擁抱痛苦 像她是已經上期 非常悲傷三個孩子嗷嗷逮捕 我如果去到他們家 然後那個小孩就會說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其實很深的感受到 這個家庭感情很緊密 如果加入這個家庭 我的感覺好像也還蠻OK的 可是我身旁的人都不會這樣覺得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你以為你是誰啊 你以為後母這麼好當嗎 人家前妻那麼好 這麼完美 把家裡理得這麼好 你呢不要說你會不會啦 連自己的這種生活身體什麼 你都沒有辦法去料理 那你有什麼能力有什麼資格 可以去照顧三個小孩 我們家小孩都很喜歡玉欣 他們唯一擔心的一點就是 如果玉欣很快就 再去見天主 跟媽媽一樣 那爸爸你不是要再痛苦一次 我就這樣安慰他們 也鼓勵自己啊 我們可不可以因為 一個人有可能先走 他走我們會難過 我們就不要跟一個人有關係 假設決定要跟我結婚 那這只有兩種可能 一種就是瘋了 搞不清楚事態多嚴重 另一種呢就真的是 他知道這事情嚴重 但是他願意試試看 我也覺得 這不就是一個很勇敢的人嗎 面對未知 因為就是未知 你要去冒這個險 我自己就問我自己 我自己就問我自己 時間之後 尤其是如果躺在床上 我願意做怎樣的一個人 一個陌生人 一個偶爾交集的朋友 我要去看他 鼓勵他 安慰他 告訴他 我會為他禱告 但是大部分時候 他過他的在床上的生活 我過我的健康的日子 還是我參與他的生命 我必須說這裡 就面對了我自己 在愛的修養上的軟弱與堅強 如果有一個人 他都願意做這個決定了 那對我來說 你不願意試試看嗎 好棒喔 那我也非常感謝 像我先生 每天晚上 他都會幫我翻身 你知道那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想像50公斤 一攤肉在那裡 翻身 右腳先拉出來 左腳翻過去 屁股推過去 一天要做幾次呢 不一定 三到十次不等 就看我的忍耐功力 我自己生病 可是呢 連睡覺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我自己不簡單 但是別人更不簡單 因為照顧就是一個每天 沒有一天你可以放假 這件事情是我覺得最不可思議 也是最感恩感動又覺得虧欠的事情 這個就是他的日常 跟我的日常 而且呢 他還知道說 如果你要幫助別人 你不能不耐煩 如果你流露出 你真的是很煩耶 我真的活很累耶 如果你流露出這樣的一種態度 或表情或語言 其實只會被幫助的這個人 感受到 我不如去死好了 因為我就是你的負擔 因為他理解到 我們這些需要靠別人而活的人 其實是如何的沒有尊嚴 我覺得我照顧他 有真的非常有耐心的時候 但是也有沒耐心的時候 好 我覺得我晚上照顧他特別有耐心 我格外的感受到 一個人連翻身都需要叫別人 是 多麼令人 憐憫 但憐憫這兩次 你不要把它用負面來解釋 你也許我用憐太好了 但可能就像喝了酒 微醺以後 理性沒有那麼清楚 晚上處在半睡半醒之間 那我白天很清醒的時候 有時候就沒有那麼有耐煩 有時候這些地方 可能也會讓女性有受傷的感覺 但是我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 當我傷害到他的時候 我會立刻馬上知道 而且立刻在內心裡面 會覺得很難過 我會很快跟他道歉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表面上看起來很嚴肅的人 但事實上他是一個很溫馨很可愛很像小孩的人 你可以想像一個五歲的小孩 如果媽媽回來小孩會怎樣 媽媽媽媽媽這樣抱一個親一個這樣 其實他就是這樣 你看天啊 你看天啊 結婚十三年 直到現在 夫妻倆用行動證明 因著愛 疾病不再是阻礙 反而成為兩人生命中更深的牽絆 我既然相信了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為了愛而背負十字架 我就要去活出這樣的一個生命 我不是故意去找一個身心障礙者 成為我的人生伴侶 一人機會我們就這樣相遇了 就很奇妙就遇到他 我就覺得應該要有余去承擔 最想跟他說 就是老公謝謝你我愛你